这次对决的主题是 健康便当 说不定是我的厨艺比较高一点 是我的卡路里来的比较低吧 JM双厨 大对决 欢迎收看 JM双厨 大对决 这次对决的主题是 听说是健康便当 谈到健康这个问题哦 你的厨艺跟我的厨艺是都还不错啦 说不定是我的厨艺比较高一点底 喔呦呦呦呦呦呦呦 通常都是我的卡路里来的比较低吧 好 没关系 我们先不要谈这个 好像有点难平对不对 应该是要找一个 可以评判这个健康 它的一个水准在哪里的 应该有请我们的专业医师 陈兆琴医师 当当当 这么帅的总医师 是 去哪找吧 变化应该不会都是女性吧 做出一个好吃的便当给医师品尝 那就让我先来 智慕以待 便當菜我希望是希望它的膳食纖維含量要高一點點 因為大家吃菜都吃得很少 那意思是除了膳食纖維之外 我們還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便當的話還是要注意我們的營養要平均 除了我們膳食纖維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蛋白質 蛋白質也很重要 蛋白質的攝取也非常重要 那有特別說我們一定要再吃糙米飯啊 假如說你消化系統不是很好 就是你容易脹氣 容易拉肚子 那你就不要吃糙米 我們先乾鍋煸一下像我杏鮑菇 讓它有一點點的香氣 所以它不是煎炸了喔 喔不是不是不是我們是健康的喔 對手來了它撈亂我 扣分扣分 這個時候旁邊這時候 裹一點點的油 有啊 還有蘿蔔 那我今天有準備我們一個秘密武器的便當盒 你看它三格 三格 味道又不會串 它這邊有一個分格 矽膠的分格 所以可以讓我們的食材的湯汁 不會因為我們趕捷運啊幹嘛 往來跑去 對啊 特別使用它 好 這邊我的紅蘿蔔已經炒軟了 然後我們的杏鮑菇 有點炭烤的風味了喔 我們撒一點點黑胡椒 在我們的杏鮑菇上 少許的鹽巴 第一道菜這樣子就好了耶 很快吧 很快耶 再把蛋液放下來 然後再把紅蘿蔔跟蛋放在一起 關火 一樣再加一點點的鹽巴 第二道菜完成 那我們接著鍋子簡單擦一下下 切薄片的四季豆放下去 大概燙個30秒到1分鐘 看你切的大小 綠色蔬菜也有 跟蘿蔔也有 這樣營養素還蠻夠的 看樣子我見 這部分好像已經搭進了車走了 它已經不在現場了就對了 過濾起來 然後我們趁熱 再撒一點點的胡椒 用一點點的香油 大概1小時 再用少許的醬油膏 糖 因為趁熱飯的話 它那個香氣度就會很足夠了 好 接著主角選好的一個非常優質的雞胸 它是已經調味過了 它有淡淡的調味 但是我額外的給它一個辣的醬汁 少許的油 然後小火花椒放下去 煸花椒油吧 你怎麼回來了 沒有了 節目還沒結束耶 像它這個花椒的作用來講 它是比較屬於方向鮮溫的藥材 容易脹氣的患者 吃到冰的容易一些 辣肚子的患者其實都蠻適合的 煸一點點的花椒油之後 我放一點點的樹蠔油 蒜末 一點點的水 起鍋的時候 我們用一點點的烏醋 就完成了 主食的一個雞胸肉 這雞胸肉很方便 它已經是經過低溫噴條了 所以我們只要拆開 擠開即食之外 只要泡熱水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醫師 那我像我今天選擇了一個雞胸肉 做我的主菜 超四個 尤其是在夏天 因為夏天的時候 我們體力的消耗比較大一點 它可以健脾 又可以補勝 所以你可以補我們的元氣 選對了 有勝算了對不對 選對了 所以你在葉森買了雞胸肉 直接拿來吃菜就對了 噓 不要讓Jerry知道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把白飯鋪上來 這樣就可以囉 現在我做一個甜湯 好 我們準備我們的地瓜 欸 那地瓜在我們這個中醫裡面 比較乾 比較平 所以它很容易消化吸收 比較容易脹氣來這樣子的話 你搭配這個食物算是蠻好的 加一分 嗯 總是要自己講一下啊 那再來這邊呢 我又準備白木耳 泡開 然後我們把地桃修剪掉 剝成說這個一口的大小就可以了 白木耳 它大概就是說 潤肺 養顏 養顏美容 對 養顏美容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功效 對 平常容易口乾舌燥 也可以多吃一些白木耳 再來呢我們放上我們紅豆跟黑豆 我們前一碗先把它泡開 泡開之後呢我們把我們水分瀝掉 紅豆嘛 我們也都知道都補血 那黑豆是不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功效 黑色的以中醫來講它是色黑入腎 它有補腎健體的效果 然後再來加上我們紅棗 枸杞 像我們枸杞紅棋的 都是在我們 枸杞紅棗 枸杞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TEN 我跟你最近還不錯啦 像我們 紅棗 紅棗 那我們擺進去之後呢 我們加入適當的水 水量大概就是把它泡開這樣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放到電鍋 一個小時左右 過了一個小時之後啊 這個時候我們再拌一點我們的紅糖 紅糖的話 它是不是有更多 不一樣的一個醫療的價值 平常容易受消病呢 可以稍微加一點紅糖 吸血循環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目前你看它這樣整個 如何如何 這個也是蠻高的 因為它加了很多重要材 像我今天做的這道料理呢 我們白沫浸泡了一天 對 它就已經過爛了 這個時候不行 那我們呢 一樣 進行一個分裝的動作 因為它有一個分隔墊 阻絕說 它三格的一個互相的汙染 最後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甜湯裝下來 光看到這個湯的光澤紅 是我自己在誇自己 來 謝謝醫生 我贏了 這個時候呢 驗證奇蹟的時刻到了 我們的密合度 到底好不好 好 我們稍微 咦 搖晃一下 真的不會出來 是不是 超棒的吧 你的表情超得意 好 終於進入到我們試吃的環節了 陳醫師想先吃哪邊呢 湯好 好 沒有問題 喝起來滿清爽的 可以吃到紅豆湯的甜味 但是有些要注意的 比如說你體質比較虛弱 你紅豆綠豆 也不要說喝太多 好 那接下來我就吃一下這個便當 它那個花椒的香氣配合得還滿不錯的 它雖然有稍微涼一點 但是它香氣很足 哇 兩個都滿好吃的 倒抉擇的時候 抉擇的時候 好 好 說不定是我的處理比較高一點 是我的卡路里來的比較低吧 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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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自己身為中醫師 對有中藥材的食材是滿心有獨重的 好 謝謝兩位主廚 所以我們這敗JN雙除挑戰 好 雖然輸了 但是成功 耶 謝謝兩位主廚 隨敗有肉 隨敗有肉 好 謝謝 下次 下次好不好 下一次 好 謝謝兩位主廚 謝謝醫生 謝謝 謝謝